你不说话的说话最贵 是像 你不说话的时候话最贵 叫什么名字 说 杨红 杨红 这名字还挺适合你的啊 杨红 我告诉你 你早开开心理医生了你知道吗 你遇到我 是你一生的福报 也是你最大的转折点 你知道你心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是你的眼界 你的眼界太窄了 摆在你面前的一颗明珠 你竟然视而不见 他的优点善良正直 全都被你忽略了 人家脾气那么好 从来也不发牢骚 人家一点牢骚都没有 最难能可愧的是 人家对你一片真情 你自己什么样的脾气 你不是不知道 人家都认了 你真应该擦亮你的眼睛 好好看看 摆在你身前的这个男人 是什么男人 是百里千里万里难挑的 白马王子 擦亮你的眼睛 认清楚谁是最可爱的人 时间差不多了 本专家很忙 还有很多患者呢 送你四个字 珍惜缘分 下一位患者 你先走吧 你好医生 资讯中心提前营业了吗 是老顾客吧 刚才咨询的人呢 刚才的人 他刚从你身旁走出去啊 我没有看到啊 没看见啊 他是 比较飘逸出去的 飘逸 可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没没 坐坐坐坐坐 坐下来我给你解释 坐坐坐 你有什么事吗 我还是想知道 为什么刚刚那个人 我没有感觉到啊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 你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吗 心理咨询中心呀 心理咨询中心呀 还没有开业 林医生主持的 这么说 你认识林医生 我们是朋友 你是找林医生的吧 他今天没来 他可能在以前办公的地方 你去那儿找他 明白 我还是想知道 我为什么没有感觉到 那个人的离去 停 你们两个跳舞呢 还是在遛猫啊 干嘛不进攻啊 罗音不在 这不好下脚呀 就是 没有罗音的时候 你们不也愣得好好的吗 住惯了五星级酒店 再住小旅馆 本来就让人不好接受 罗音不过是个靶子 有那么悬殊吗 有 好 为了罗音都跟我较劲是吧 对练不进攻的 那就跟我练 臭混蛋你干什么 不这样的话 教员会打 包吹疼了 你不是好累 你给人家教练打 你不是干算吗 你 不是父女打架啊 不这样的话 教员会打 包吹疼了 好累你给人家教练打 分开分开分开 快点把他们两个分开 别打了 听到了你们两个别打了 分开 多分开 停 你这个盲点吧 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没错 人类的眼睛 不是什么都能看到的 比如说 在特定的情境下 有些东西呢 我们就很神奇地 看不到了 为什么时间差不多到了 这里没有外人 我就不送了啊 等等 我觉得这个环境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一个活着生的人 我竟然没有半点感觉 医生 我还是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医生你的 你坐下来我慢慢给你解释 来来来 坐 小妹妹 这是心理诊所 接触的人多 形形色色的 稀奇古怪的 什么人都有 所以呢 你碰到什么人什么事 你千万不要觉得奇怪 可我根本没有看到啊 我需要一个 真正合理的解释 我不是解释了吗 我真的没有看到 为什么呢 你非得让我给你解释是吧 你可不要害怕啊 不做亏心事 骂鬼敲门 你敲门吧 不是 你说吧 不是 你说吧 事实上 这事 跟鬼还真有点关系 这是什么地方 心理诊所 为什么要单独在这儿开中心 是因为我们要开辟一些新的诊疗项目 什么项目啊 幽灵心理咨询 真的有幽灵吗 有很多幽灵 他们飘来飘去 其实这些幽灵呢 都有心理疾病 甚至比人类还要严重 不会吧 当然了 你的怀疑呢 有一定道理 其实人类不适合给幽灵看疾病 于是 他们把我这个幽灵心理专家给请来了 到这个时候呢 我只能说实话了 本人就是一个幽灵 你还敢笑 你还敢笑 我告诉你 幽灵是非常凶嘛 你不是幽灵 你是罗姨 一 二 三 四 抬腿 六 七 八 转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一 八 伸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胸腰挺住 合手 一 二 三 四 慢慢转身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怎么不去跳舞啊 方教练说 我的状态不适合跳舞啊 状态是可以调整的 调整 对啊 本来就该调整啊 可是你知道我的调整方式吗 还是算了啊 你别自己调整了 下午呢 我来帮你调整 你自己别乱来 知道吗 好 下课 走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太惊心动魄了 我要平复一下 你一个小姑娘 哪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事啊 方教练 这个江湖的水很深 有些事情 只能在晚上发生 说得跟小说似的 小说哪有生活有意思啊 你以为会发生的事没发生 你以为会回来的人 没回来 要是小说里 我让他回来 他就得回来 你说罗音 哎呀 闹吧闹吧 你们就闹吧 谢谢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之前跟林医生联系过 他让我来这里帮忙 说了你的名字 哎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陈小妹 你叫我小妹好了 陈小妹 这名字好 亲切 以后你就叫我罗大哥就可以了 好的 罗大哥 嗯 刚才我在外面 听了一会儿了 你假想的女人 很喜欢她是吗 我那都是胡说八道的 杨红也是胡说八道吗 杨红吧那个 不是胡说八道 你很喜欢她吧 有一点喜欢她 就一点 比一点还多一点 嗯 是单相思吧 你 你到底是来帮忙的呢 还是来管相亲的事呢 那个 罗大哥 我觉得 这个屋的布局不是很好 哎 你看 这猪为什么要放这里啊 这 等等等等 这猪不放这儿放哪儿啊 我觉得它挺好的呀 这布局也挺好的呀 太 这布局也挺好的呀 根本就不合理 不行了吧 哎 等等 非得搬吗 一定 哎 那我来 那我来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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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丁满怎么不像杀猪似的叫了 俱乐部的变化还真是不小啊 你指什么 没想到走一个人 会牵扯到这么多 我手下的学员的情绪低落 你满这样 脆脆的变化就更大了 方斌好像也不一样了 怪怪的 说不上来 是啊 这段时间方斌变化挺大 脸上也有笑脸了 可是这两天又冷了 对啊 就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方斌的变化 跟罗音有关系 罗音心里有阳光 他能感染身边每一个人 方斌的个性拒人千里之外 而罗音却能很自然地跟他沟通 他的纯真 能够突破一切防线 罗音是你儿子吧 这么护着他表扬他 罗音活得很自然不是吗 你也没几天就把他当朋友了 什么自然 就是没金没费 如果罗音想回来 你肯不肯受他 要是他回来 可能我也伺候不起了 他现在架子大了 得大家去请 大家去找 他才愿意露上一面 就算大家去请去找 也未必愿意回来 罗大哥 这样 是不是顺眼多了 没觉得呀 觉得还不如意见呢 你看这桌子 医生应该面向患者 哪有面向强呢 心理医生办公 就是要给患者 一种神秘感 这样多有氛围啊 这谁 谁做呢 患者坐这呀 患者冲这边 医生冲墙 那变成面壁磕磕了吗 医生坐这里 医生想看患者的时候呢 就转过来 不看的时候 再转过去 这样多完美啊 哪儿完美啊 一定在这样嘛 一定 好吧 一定 俱乐部呢 不应该是一潭死水 来 来说两句话 回忆一下气氛呢 啊 我吹好了 我们来了 文明 瞧的 方明真不容易啊 虽然不苟言笑 可尊重领导 你让说话 人家不含糊 张口就来 他那也叫人话 这都什么品种啊 俱乐部整个 一精神病院 千人一面有什么好玩的 五光十色才有意思啊 阿姨 您老到真是不怕乱子大哦 哎 只要翠翠啊 真的能稳定下来 就不会出乱子 哎呀 多谢提醒啊 翠翠啊 可是不能撒手的 下午我会带她去锻炼去 我也吃完了 明白用 同学啊 过来一起吃啊 教练 我也吃饱了 谢谢啊 哎 卢大哥 卢大哥 干嘛学牛叫啊 我能要盘肉吗 不行 跟你讲 总想吃肉 我们对身体非常不好 又吃多了 为什么啊 血脂 血糖 血压 都不好 都为是都 菜就不一样啊 蔬菜吃多了 能美容 能减肥 能降低血糖 降低血脂 吃进去之后 身体循环起来 像高山泉水似的 清澈通透 你看 这碧绿碧绿的蔬菜 你看上去 心情多美啊 再到这儿 清汤里涮一下 你知道 吃起来 有多清爽吗 对 湖大哥 还是要算的 嗯 你要我 哈哈 嗯 你 哎呀 某些人胃口真好啊 翠翠 我总得也吃点东西了 我都快瘦上皮包骨了 那你的皮鸭真得包好啊 小心骨子里的坏水流出来了 我看你是永远不会原谅我了 那你得有被原谅的本钱 你看你这套设备 有一点好零件吗 做人得讲原则 就拿我来说吧 我偷东西 从不向亲近的人下手 翠翠啊 你这品位也不怎么样啊 你呢 就别给别人讲思想品的课了 嗯 那也比他强啊 你看他那样 还没进化成人呢 你强啊 你行了吧 哎呀 不过说实话 翠翠改正了毛病 这坚强的毅力 可真不是干什么 别 别夸得太猛 我只是临时不偷了 这以后呢还说不好 这两天我的手 就养得要死了 这就是关键时刻 哎 只要挺过去 你就能真正地胜利 赶快吃 吃完了 姐带你锻炼毅力去 好吧 锻炼 上街好好锻炼一下 什么好好锻炼啊 毅力啊 你以为是什么 哦 你说这个啊 这个不用念 我轻车熟路 信手捏来 要不要给你演示一下 哦 不不不 别别别别别 那个 不用演示啊 咱们就锻炼锻炼毅力 说实话 饭吃得不开心吧 不是为了省钱 我明白 其实这顿饭 吃得也还不错 虽然没有吃到肉 但是在没有肉的前提下 吃那几道青菜 经过别人那么一加工 你还别说 味道确实不一样 是真心话吗 像真心话吗 哎呀 干吗骗你呢 是没必要 你这个家伙 真是特别固执 你说什么 固执 我固执 是 咱俩是有一个人固执 本来就是嘛 很简单的事 总是要我跟你 反复灌输你才肯接受 反复灌输 没错 这话说得很中凯 小妹啊 这生活当中有些人哪 就跟指谈真似了 你不管位置怎么变 那针头永远指向难 你最终能爱我指的方向走 也很难得 我也是没办法呀 要知道孙悟空再神通广大 当遇到唐僧的时候 他也只能念阿弥陀佛 没错 凡然悔悟 一心向善 接下来的时间 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要是没什么想法呢 我倒是可以提几点建议 我已经有想法了 是吗 怎么说我的想法就不用提了是吧 是 我就知道 我们去花卫市场 必须去吗 必须去 我就知道 真是固执的家伙 等等等等 等等我 挽住我的胳膊 我为什么要挽住你胳膊 之前出门 你不都挽住罗音的吗 那他是罗大哥呀 去去去 我比罗大哥差很多吗 我心了 姐姐 我挽住罗大哥呢 是因为他是我王刚之气 嗯 那个 我就没有阳刚之气吗 是是是 你是阳刚特地 那个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说吧 姐 咱训练的时候呢 练的是阳刚 可你看你现在 你怎么看都像是个漂亮的书女嘛 我这事儿才像是个男人 要不这样 你挽住我的胳膊 展现你小鸟依人的一面 温柔的一面 怎么样 来 我好喜欢来这里啊 我也喜欢 开个花店挺好的 赚不赚钱倒无所谓 就图个美丽心情 美丽心情 说得好 其实心情啊 不是因为花才美丽 心情是因为心情才美丽 这话说得有点意思 不过确实是这样的 美丽心情 和心理高兴比什么都重要 就凭你这一句话 我就认定你这个朋友 就凭这句话 就认定我这个朋友 那你这个人朋友肯定特别多 不多 或者说 根本就没几个 你一句话认定一个朋友 朋友怎么会不多呢 我这人比较偏执 而这世上大多数人 都不喜欢坚持原则的人 这话我理解 林医生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他帮助我不少 林医生和他爱人都很优秀 他老公很虚伪的 你这么认为啊 就是 绝对不会错 在林医生面前 还戴着面具 那你觉得林医生 在他老公面前 是不是也戴面具啊 跟一个戴着面具的人 生活很不公平 大人也要适当地戴着面具啊 你这是偏爱 他是我朋友 这不是好理由 对朋友本来就是要偏爱一些 我不跟你争 我知道没有什么好结果 你要是跟别人发生了冲突 我以为站在你那边的 你别忘了 咱们才认识半天 真正能成为朋友的人 真正能成为朋友的人 有时候只需要看他一眼 小美 谢谢你把我当成朋友 我很感动 林医生那么信赖你 绝不会错 再说了 你最终能听我的 说明你已经很乖了 刚才那点感动现在没了 罗大哥 刚才我们转了一圈 要买什么花心里已经有数了 一会儿我们把它们买回去 把林医生的办公室 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这医生的办公室放太多花 合适吗 心理医生办公 一个美丽的环境 会给咨询的人舒服的心情 是吗 这是我决定送给林医生的 开业礼物 嗯 好啊 我们一会儿先简单地拿两束 其他的让咱们送货 还不错 翠翠 我看你没动什么心思啊今天 这根本就不像中国街的 你看啊 没几个人嘛 动心思 在这动心思 我只能去挠墙 那怎么办啊 我不知道 反正以前跟罗大哥出来 我都听他的 那好 我们就去人多的地方 你觉得可不可以啊 我 没把握 动心思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要说后悔也来不及啊 你跟罗音上街可是没有动过手的 我跟罗大哥在一起那么开心 当然不会偷东西了 你跟我在一起不开心吗 不开心吗 小罗大哥了 想他也没有用 他已经走了 走啊 走啊 走 在鲜花的世界转一圈 心情就是好 怎么了 罗大哥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我只是在想 临方开业 咱们送玫瑰花合适吗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觉得玫瑰花很好看啊 玫瑰花是好看 可它代表爱情要送 也是她老公送 咱们送什么呀 那个面具男 估计从认识林医生到现在 就没送过玫瑰花 而且我觉得 朋友之间也有爱呀 送玫瑰花当然可以 送玫瑰花没有问题 只是我担心 会刺激到林医生 我就是要刺激一下 她老公 那个面具男 表面上对林医生 一团客气 其实啊 你不知道她骨子里有多冷 她要再这样下去 再也不对林医生好点 那个家庭啊 悬 你可别胡说 人家是和谐家庭 模范夫妻 我没有乱说 你必须承认 我没有乱说 好 打死我也不承认 我不会打死你 但你必须承认 你看什么呢 你看看大自然啊 你看这树啊 这天哪 多美啊 那些哪有人好看啊 人哪有花好看啊 人有钱包 花有吗 什么逻辑啊 你可别动心思啊 来来来 转移一下目标 来看花 来看树 你不要想起乱七八糟的 有点紧张了吧 带着你啊 谁能不紧张 罗大哥就不紧张 才怪 真的 真的 姐啊 你心里是好 可你有的时候 就是不如罗大哥 他带我出来 这一点都不紧张 我不信 他一定是紧张 但是装作不紧张 干嘛 你看我干什么 我说的都是实话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跟罗大哥 带我出来的心境不一样 有很大区别 什么心境 什么心境 大哥带我出来 就好像带着 自家的小妹妹 就是玩 就是开心 根本不设防 何来紧张 而姐姐你带我出来 就好像带着一个 偷窃批患者 不紧张才怪 每次都在提醒我是一个贼 娘儿跟大哥在一起 我就是一个 被呵护的小妹妹 你 嗯 嗯 翠翠啊 那个 我知道 你跟罗大哥都是最善良的人 可是你俩的方法不太一样 你说得对 姐 我的格局 要比罗音个低多了 不是的 姐 你很坚定 做什么事都很有信心 撞了墙也不回头 你夸我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罗大哥这点都不如你 做什么事都不坚定 容易被人左右 什么事都不在乎 才会上你个顶满的道 但是现在 我们都找不到罗音了 怎么办 姐 你想找罗大哥吗 你能联系上他吗 但是姐 如果你愿意找他回来 你能原谅他 我就算找遍全世界 你会把他找出来的 仔细想来 他也是个受害者 可不见人 说什么都没有用 嗯 累不累啊 嗯 累不累啊 嗯 累不累啊 可不可 可 饿吧 嗯 公园门口有个店啊 吃得还挺丰富的 我去买些来 你坐在这里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啊 姐 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你可怕我出问题啊 当然担心了 在格局上 我是不如罗音 但至少我可以向他学习啊 我相信你 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乖乖 我敢保证 经过我们的布置 美医生的诊所 会是世界上 最漂亮的诊所 诊所的意义 并不是美丽 美丽是众生所爱 不必分场合啊 这话说得 好像还挺有哲理 你不觉得 平时我总能说出一些 很有哲理的话吗 发现了 平时你总强迫我 接受所谓 富有哲理行动 讨厌 这花真香 换换 我拿玫瑰 好啊 谢谢 时候不早了 咱们走吧 我给你 找个光师 套借 看看 小刘 走路瞎看什么呢 你长了眼睛干嘛碰到我 咱也不会换 陪我吃顿饭 口袋的 喊 硬 啊 啊 啊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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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陪你吃饭 王八蛋我掺了你的骨头 妈妈妈 臭男人 快滚 快滚啊 滚 就知道出来骗小姑娘 别让我再看到你 什么玩意儿 什么啊 没什么 吃的喝的呢 没买 我这又渴又饿的 我还等着你呢 忍一会儿又死不了人 怎么这样啊 罗大哥带我出来 就不会让我饿着渴 别提那个家伙了 知道吗 怎么了吗 罗大哥带我去了 你 如果你再跟我提他 我就跟你急 他哪儿来的 我问你话呢 你刚才处理很久啊 我就随便走一走 那边呢有个冷饮摊 那个老伯啊 戴个老花镜 好像眼神也不太好 我就想 拿两个他也不会发现 然后我就拿了两个 紧敢慢敢就回来了 哎 我给你也拿了一个 偷制的东西 吃的才香 哎 哎 妈 哎 姐你干什么呀 你真是不争气啊 啊 跟我去道歉交钱 知不知道 你真的是很讨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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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伯啊你好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 我妹妹呢 刚刚拿了两个冰淇淋 她忘了给钱了 我不来交钱的 嗯 给您钱 给 她是你妹妹啊 嗯 哎 是啊 我妹妹她从小呢 丢三落四的 买东西的时候 总是忘记给人钱 啊 这两个冰淇淋多少钱啊 不要钱 呃 为什么 老伯是中华慈善会的 做生意呢 也不会赚钱 就为了赠送给我 这种可怜的小女孩 你闭嘴 嗯 老伯 拿了东西 就该给钱 天经地义啊 是不是 给您 我不是慈善家 我不要钱 是因为她刚才已经给过了 嗯 给过了 不会 您 记错了吧 过于人这么多 所以 不会错的 她刚才给钱的时候 很大声地对我说 你记住哦 老伯 我已经交过钱了 要记住哦 哼 所以啊 我记忆深刻啊 这个 钱 她肯定给过了 哎 哎 对了对了 哎我想起来 你看我的记性 还没了就已经这样了 给了 就先去给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嗯 谢谢谢谢 好 干什么干什么 啊 你逗我玩啊 开玩笑了 开玩意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啊 姐 对不起啊 你说为什么 哎呀 哎呀 刚刚你走之前说起罗大哥 还好好的 怎么你现在 我跟神经有问题啊 回来这么生气 好像罗大哥害了你似的 我 我什么时候生气了 好吧 走吧 好吧 就边走边说吧 嗯 过来 这么大 你不是边走边说吗 你倒说啊姐 哦 嗯 嗯 罗音 那个 花心大萝卜呀 刚刚才离开俱乐部 好像就泡上别的女孩子了 不可能吧 哼 对人家女孩子啊 又是线花又是鞠躬 嬉皮笑脸还打情骂俏的 没有见过这么丢人的 哼 你听谁说的姐 罗大哥不可能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 你见到罗大哥了 在哪儿啊 就在 公园门前的路上啊 哎 那个坐牌 我都快要吐出来了 那你见到他 怎么不抓着他问问啊 什么情况一问不就知道了 那种德性 没有必要再问了 那副德性 要多下贱有多下贱 他 亲的女的了 没有 拉手了 没有 搂搂抱抱了 也没有啊 那什么都没有 你恶心什么呀 也不管怎么着 罗英跟我们俱乐部 从此没有半点关系了 您有请记住 不要在我面前提到他 罗大哥好像是单身 姐也没说过有女朋友啊 他觉得女孩子很正常啊 姐你干嘛不开心啊 莫非你在吃醋 真是的 你给我闭嘴好不好 他是什么东西啊 我治他的醋干什么 罗大哥那么优秀 你吃醋很正常啊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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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说一遍啊 不要在我面前提到罗英 非要提的话 俱乐部你就不要再来了 走那么久了 就是我都熏鼻子了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很有感觉吗 漂亮吧 这都是小妹专门给你选的 作为开业的礼物送给你 还有玫瑰花我挺喜欢 这孩子还挺有心的啊 是啊 虽然我觉得这儿 不适合摆这么多花 但她非常坚持 看得出来她是一个重情 已很善良的姑娘 还有什么看法 说说 我发现她非常坚持 可以说是十分坚持 她认定的事情很难改变 认真固执 甚至到了顽固 一阵间歇 别看她总是带着温柔的微笑 其实她有点偏执 偏执狂 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我一直在给她做心理辅导 怪不得我觉得今天不是特别对 那她父母出国了 可是啊 她坚持不跟父母一起去 可是她父母也拿她没办法 所以只有把她留给我 让我好好地观照观照她 她也没有什么朋友 卢音 小妹在这儿也没有什么朋友 我希望你也能多帮帮她 怎么帮她 那说说你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咱们不能 什么事情都依着她 在恰当的时候 我们应该跟她持有不同的观点 但一定要有道理 不错 你不当心理学家都可惜了啊 那我们俩一起帮她 咱们俩有点兴裤